国际间的最新消息就是关于这个人道走廊现在有了最新的协议 俄国人先同意开启人道走廊却没有遵守停火协议 再加上多数的人道走廊都是通往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境内 让整个计划反反复复 而8号俄国再提出开放5个城市的人道走廊 但是只有苏梅最后呢得到了乌克兰的点头 人道走廊终于正式启用 而英国有英勇的园丁看到了乌克兰的民众的困境 自告奋勇地前进前线苏梅救人 他的精神令人敬佩 战火之下乌克兰平民能不能平安撤离 全球都在关心俄国所谓停火并开放人道走廊 但俄军炮火并未消停 人道走廊计划多次失败收场 8号乌克兰总理维列书克证实 俄乌同意开启东北城市苏梅的人道走廊 让平民撤离 外媒报道按照乌方和俄国达成的协议 苏梅第一支车队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 也就是台湾时间8号下午4点出发 当地民众也可以开私人车辆跟随 其中只有苏梅的人道走廊 通向乌克兰境内名为波瓦塔的城市 不过其他四个城市的人道走廊 还没有达成共识 看到乌克兰的惨况 苏格兰两名英勇园丁 55岁的麦卡锡和45岁的泰勒 二话不说前进苏梅前线营救难民 成功协助7人撤离 其中包括三名外籍生 而人道走廊开放前将近700名印度留学生 在苏梅的大学避难 但一周后水和粮食都告急 他们只能挖雪竹水战斗最艰难的时刻 树林文编译